佛陀的服务 佛陀出现人间 是为了拘除宇宙黑暗 和告诉人间 如何解脱痛苦 佛陀所传授的教义 是祂所有得性的体现 在祂成功的多姿多彩的45年传教里面 祂将所有的言教 用行动表现出来 祂从未表示人类任何的脆弱 和任何不纯正的情欲 而佛陀的道德规范 确是世间最完美的 超过二十五个世纪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从祂的研究之中 已经发现到古墓和秘籍 祂的伟大到今天 仍然如太阳一般地發出光辉 不要少到一分 祂的教义仍然招呼那些疲倦的朝圣者 到达安全和宁静的涅槃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为灭除人类的痛苦 牺牲了这么大的世间享受 佛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宗教领袖 祂忠谷和呼吁人们 不要伤害任何动物生命 以及不可以用畜生祭祀神子 对佛陀来说 宗教不是交易 而是走向正觉之道 祂不要祂的信徒迷信 以要信徒们能够自由地 智慧地思考一切 因为佛陀的出世 给予我们减轻痛苦和安慰 令人类加以祂的出现人间 而得到福佑 佛陀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 对一个人不友好 即使对祂的反对者 和最恐怖的敌人 也没有表现不友好 一些有成见的人 反对佛陀 而企图杀佛 然而 佛陀从来不当他们是敌人 来对待他们 佛陀曾经说过 在法句经义里面 这样说 如同一只大将 在战场上 能承受战的毒害 我能忍受那些人 对我的辱骂和敌事 在历史文献中 没有一个人和佛陀一样 能够奉献自己 为一切众生的福利 从他觉悟时开始 到他的生命结束 他为提升全人类 不休息地奋斗 他一日只是睡两小时 这个伟大的道士 已经灭到了 约二十五个世纪了 他那份人爱和智慧的宗教 仍然存在于 他那份清新的纯朴之中 这种燃教 一直决然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它是最慈悲的 以那大慈悲光辉 照耀着这个世间 当佛陀涅槃之后 他留下了不纽的燃教 仍然和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世界的和平 正面对着可怕的威胁 在整个历史中 再没有像今天这个时代 那么迫切地 需要他的研究来指示 佛陀的出现 消除了人间愚痴、黑暗 和告诉我们如何解脱人生的病老诸苦 以及人类所有的忧悲苦恼 按照某些宗教信仰 某一个神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事上惩罚那些恶人 而保护一些善人 佛陀出现于世 并不是要去 惩罚那些邪恶的人 而是告诉人们 正当的道路 从有历史以来 以及至于佛陀时代 我们曾经听过任何宗教师 有如佛陀一样 为了苦难众生 具有如此兼容并包的悲心吗? 当佛陀灭后数百年里面 我们听到希腊有一些聪明人 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 和阿里士多德等 但是他们是哲学家、思想家 或者尋求真理的人 他们缺乏任何古武慈悲 去为那些苦难的人们 佛陀救导人类的方法是 教导他们如何尋求解脱 他不是只是有兴趣于 减轻人类一些身心苦痛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他要启示人类修学的正道 让我们举出所有的大哲学家 大心理学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理论家、大社会工作者、大革命者 和其他宗教师们比较 用一种没有偏袒的心 去比较他们的伟大 德性的教化和智慧 与佛陀的德性、慈悲和正觉相比较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佛陀 在这些大人物中的突出地位了